吉吉贝 新年快乐 农年提吉 周吉贝大年初八 和一大班吉士粉同学会 一起去到琳川抛补蝟许员 上年工作忙得没时停的吉吉 连过年期间都没得休息 搞到身体有些不舒服 不怪吉吉这天许员都说身体健康最重要 第一个人身体健康 子女快高长大 聪明年历 太太身心安康 2024 賺大錢 其實都是希望身體健康 因為昨晚可能這陣子累了 就是做事 然後昨晚有一點點不舒服 那就發燒 但是今天就好一點了 精神一點點 還有最重要是大家身體健康 不要病的時候 我們很多演出 希望有一個好的狀態 都不希望是唱得不好 還有接下來就準備進入錄音 要錄新歌 所以要保持好的身體 說到新歌 吉吉就預告曲風和前一首歌 有很大分別 還會有些驚喜帶給大家 這首歌是以情歌的主題為主 會說可能我對於愛情的看法 因為我自己以往 通常我很相信一見鍾情 所以這首歌都是圍繞著這個方向 MV的構思都有想過 希望這次會加入一些舞步 而除了忙工作 吉吉今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結合粉絲的力量 繼續為慈善活動出來 不如我們就回饋社會 做多些慈善活動 去幫助其他人 其實我們過往都有兩次三次左右的經驗 就已經是跟殘疾人士、公公婆婆 去過一些大事大節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會 我們預計應該每一季都會做至少一次 我們接下來可能會有不同類型的慈善活動 會去探訪、送物資等等 會否考慮教基層小朋友唱歌 這個也會 這個也是我們OnList的慈善活動 講完這麼多願望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要將寶蝶拋上許願樹 有這麼多粉絲在這裡加油 相信吉吉新一年一定會願望成真 吉吉加油… 好… 好… 加油… 準備… 1…2…1…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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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發財 辛苦你健康